大家好 欢迎来到8月16日星期日 来看看昨晚美股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轻微高收 道指升了14点 报35499点 纳指升了51点 报14816点 另外S&P升了13点 报4460点 财政部透露 正在牵头是关于财政支持 做炭达风炭中和工作的指导意见 出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大力支持新能源和创新科技 所以继续留意175、2全3和121的好仓 另外的消息也说 阿里巴巴在财务报表的发布电话会议 向投资者透露 其部分业务不会再被视为重点的软件企业 意味着不再享受10%的税务优惠 税务优惠这件事相信会持续发酵 700如果做了好仓的朋友 日内部署好仓指示位461元 日内上网是482元 另外今天星期三都会出业绩 而据中国的水泥网也说到 上星期多个地区的水泥价格继续上涨 一个星期来说 环比明显持续上扬 所以继续留意着3323和914 另外今天业绩股有712月文 238月信与光学 2013微文和3319雅生活